凌晨1點多 知名製作人詹仁雄和老婆小妹 快步走出醫院急診室 要搭乘在門口等待的白色計程車 移動過程中詹仁雄用衣領遮住下巴 面對媒體的關心 他說我真的沒事 隨即關上車門和老婆離開現場 帶你來看一段當時情況 你好好嗎 沒事啊 中東怎麼樣 是昏迷還是酒醉啊 什麼昏迷啊 昏迷喔 太誇張了 13號晚上歌手蕭敬騰和經紀人Summer 在台北萬華酒店補辦婚禮 宴請娛樂圈內外眾多親友 不料散場時製作人詹仁雄 疑似喝醉跌倒 下巴受傷 被募集搭上 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 到了4號凌晨才和妻子離開急診室 消息一曝光引發外界關注 還有媒體外傳他昏迷不醒 不過稍早詹仁雄秘書和他本人都做出回應 表示人真的沒事就是喝多了 很謝謝大家關心 喝喜酒不小心跌倒受傷 所幸製作人詹仁雄只有皮外傷 沒有什麼大礙